你 嫁给我吧 不是 你 你这是干吗呀 好了没有啊 你耐心点吧 我都快睡着了 不许偷看啊 您把我裹得跟粽子似的 我怎么看啊 这眼睛 眼睛都蒙上了睁不开 好了好了 有点耐心 现在呢 你看了吧 怎么样 今天是我们正式交往的一半天 这你都记人了 那当然 你个无聊电视剧里学的 可是 这总算惊喜不算惊讶了吧 来 嫁给我吧 不是 你你这是干吗呀 答应我吧 不不不 你你你先起来 我要你答应我 我 我先回家 喂 喂 老山 喂 喂 怎么样 妈 坐下吃饭吧 小姑她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病了 晚了 晚了 哥 我不吃了先走了 小姑 这个面包给你 自个儿吃吧 吃完了赶紧上学去啊 老爸 小姑她怎么了 快告诉我 你小姑最近工作忙 压力比较大 先进步太好 一定是被领导给骂了 看来啊 做员工还真是辛苦 还是做领导比较好 为什么 为什么大伟的都是我 大伟 你为什么偏偏跳这个时候 向我求婚 天佑 你到底是谁的孩子 如果你不是我们能家的骨肉 那我的人生 不就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吗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不信心太 kob的吗 太 kob 我看了 他连耳朵都没长 你现在胎叫也太早了吧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就是说 你刚才把耳机放在我肚子上 我肚子痒痒 好了好了 你找本书给我看吧 好啊 想看什么书 抬笑的 哪个阶段的 新作书 好啊 你要算一算 我们这个孩子预产期 应该在十月份 这十月份应该是什么新作 天平座 是不是 黄露露 老山 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别让我烦你 苏蓉 都怪你 怪我呀 要不然你搬走 我待会儿也不会住下来 行行行 可我真的都不想回去了 我不想见到他们每一个人 那边的人我谁都不想见 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 进去说进去说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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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走走 怎么喝这么多呀 慢点慢点慢点 上桌上桌上桌 行行行 好 行 我喝了 烫了 老山把水给你放这儿了啊 行 行行 放这儿吧 你先出去吧 先出去吧 我跟她聊得起来 我今天才你出去吧 来来来来 小心啊 慢点慢点 行 快点 来来来 跟我说说 你怎么了 吴大伟 想去活了 那你哭个屁呀 你应该高兴才对吧 你别告诉我 你这是喜极而泣啊 吴大伟 我终于理解你的心情了 你怀孕了 大家都替你高兴了 可是你却不高兴 现在吴大为要向我求婚 大家都以为是我冷山的 是我冷山的机会到了 可是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好了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呢 吴大为多好一男人啊 典型就是一个高富帅的代言人 那蔡永豪还是富二代呢 你不照样不想给他生儿子吗 我和你可不一样啊 蔡永豪当初向我求婚的时候 我可不像你这样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这样就像得了婚姻恐惧症似的 是 我恐惧结婚 你恐惧生孩子 我们怎么什么都恐惧啊 冷山 我恐惧孩子呢 是因为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他就来了 可是你呢 你都多大了 你还恐惧结婚呢 难道 我不大岁数 行行行行 那我问你 你到现在还没做好结婚的准备吗 再说了 我生完孩子我就得带孩子 我这一带孩子三五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你说我现在可是女人一生当中最好的青春年华 我可不想就这么浪费了 说到生养孩子你应该敢出最深吧 你当初戴天佑吃了多少苦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前几年不是还像祥林嫂一样常常念叨着吗 我不是像 我就是 没有 没有 我养了天佑的实景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是个骗局 是成骗局 什么骗局啊 天佑怎么成骗局了 是 这关天佑有什么事啊 天哪 难道是 她现在还在我家睡着呢 她们俩不是闺蜜吗 她正抱着豆豆在我床上呢 豆豆可是怀孕了 冷山里满身酒气的 我很担心啊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去接 好 那谢谢你 豆豆 好了好了好了 豆豆 好了好了好了 你甭管了回去吧 好 慢走啊 好 慢走啊 豆豆 干什么啊 有怀佑的这外面这么凉 你回去了 哎呀没那么严重 他们都走了回去了 你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呀 什么大惊小怪的 有怀佑的你帮我 我干嘛 干啥换 还好转吗 winter 回来了 回来了 没事吧 大伟大伟向我求婚了 是你俩窜囊的吧 求婚的事 那是我跟你哥控制的呢 大伟他爱你 想跟你一块生活呀 我没答应他 最近事太多了 我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 我还没醒呢 任大伟对你真的是挺伤心的 你不能这么就给人回绝了 你怎么也得考虑考虑啊 我还用的脑子考虑吗 我累了 不要去睡觉了 不小吃 我会想要的脑子